子煦 子煦 还睡呢 世语 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怎么了 世语 现在整个热锁都是你们家的新闻 好像是银行要抽贷 王伯伯在会议时等你的 好 我马上去 王伯伯怎么到了 爸 集团是有债务风险 这些事你就不用操心了 我都处理好了 无非就是处置些资产包而已 告诉你 快三年了 我给你那五个亿 成本收回来了吗 这不是时间还没到吗 资产变现不需要时间啊 你以为是买菜啊 赶快把你手上那些项目 好 处置变现 失与前段时间 已经在处置一些资产了 但是有些股权项目的老股 不是短期内能卖掉的 我拿给您看看 来 你说你别老大不晓得了 别天天混这混哪 网上抱你换女朋友比谁都亲 能给我省点心吗 到底哪个是你女朋友啊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我没有很多女朋友 你是老子我是老子呀 你要再这样 就给我滚回集团上班 天天没个正型 没有 我哪儿没正型了 不是你总得给我点时间吧 好啊 下周末是端午节 到你爷爷家吃饭 带上你女朋友 年龄不小了 咱不结婚 先定个婚 行嘛 那我给爷爷带点好吃的 再带上女朋友 你不生气了吧 臭小子 但她不生气 不生气 你才考虑 不生气 出带 降大 小子 你 一 你们 上 老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怎么都在这儿啊 哥哥 你真的不记得昨晚发生什么了吗 子絮 你昨天晚上不是说要和我订婚吗 子絮 你可得好好解释清楚了吗 喝酒无事啊 那你现在好点了吗 子絮 你到底怎么想的呀 哥哥 你一个小丫头骗子插回来 你 反正啊 既然你说了这样的话 就一定要对本小姐负责啊 负责 子絮还说过对我负责呢 对你负责 一把年纪了都没人咬 这嘴皮色是厉害 我子絮不喜欢这一块 行了行了 你们没看出来吗 子絮她喝多了 几位花瓶小姐吵个没完 让人头疼 都少说两句吧 说你们说花瓶一点都没错 行了 王子絮 你好好抉择一下吧 子絮 你最好给我个交代 子絮 你想清楚了 子絮 这局我可不能输 哥哥